哈囉大家好,這次地獄集我認為算非常的簡單 那原本想用班來去挑戰,可是有些人可能還沒抽,因為還沒加倍 我還是決定用上一個合作綠谷來挑戰 然後整隊沒有突破,隊員的話一些事項我上面有助記了 應該問題不大 最後這邊直接進入實戰,我會用一些我自己還是可以更加容易打的方式來教大家怎麼通關這一關 首先第一關,因為它的移動問號不是永久的 所以你就直接以火珠新珠要全消,然後看清楚位置在哪裡 像我火珠只有五顆,新珠只有五顆,我是直接打算把這兩個放在最底的橫行 那我這樣子火星全消之後剩下的亂轉,其實問號珠都還算是會險行 然後這邊如果你比較保守的話,你可以故意不要手消全火 然後你就會有一隻打不到,你可以留下它來洗技能 我是直接全部都帶走 好,下一關紅綠燈加手消進暗 我利用紅綠燈,我不要轉紅綠燈開始,我可以把暗珠全消 因為我紅綠燈沒有轉到,我打不到它,不會被反擊 然後如果你暗珠還是太多的話,你就再試一次 然後把暗珠都綠掉之後,下一會兒認真轉紅綠燈 然後一會兒就可以直接把它帶走 傷害非常的足夠,而且沒有暗珠也可以轉得很放心 啊如果有暗珠的話,就記得要避開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輕鬆帶走,接著來到下一關 然後下一關這邊的話,其實大家應該知道了 你左下角右下角是什麼珠子,下一回合就把它變成木珠 那這樣子對於手消進木會變得非常困難 所以一開始,我就是把左下角右下角把木珠塞進去 然後上面故意木珠一消 記得只能一消喔,因為它會追打 所以如果你木兩組的話,它就會打兩下 所以我木珠是一消,它打我一下 加上它本身那一下,其實我不會死掉 然後下一回合,場上的木珠沒那麼多之後 你就是可以認真的轉一波把它帶走 那當然如果你前面有洗禁人的話 你預查子也可以點第一招 把木珠給移除掉 場上的木珠也會變得非常少 然後再來第二條寫是一個重點 五屬盾加回復逆回 如果你怕你的回復力擦槍走火 不小心把自己回復到死掉的話 你可以照我這樣轉 我這樣轉,回復力非常少 我利用火珠騎手 主要是左邊的水珠不要動到你 待會的木珠才會有五顆,綠谷會有額外倍率 然後我這樣子做之後,我右邊這邊是不是有隔開 而且也有轉到無數版面 然後木珠天獎也有五顆 綠谷的倍率都有吃到 這樣子傷害還是非常的夠 而且我這整隊是沒有突破的 基本上我這樣傷害都夠了 並且剛剛的回復逆回 我根本沒有被扣到多少血 好,再來繼續下一關 這邊三屬盾這邊直接開爆好 爆好把光暗珠吃掉 這邊是三屬競消光暗 所以爆好的技能就完美的克制這邊 而且剛剛右邊留下來的版面也都沒有光暗珠 基本上這邊非常的好處理 然後等到中間死掉之後 你左右那兩隻下一位核再認真轉一波 就可以直接帶走 然後這邊快轉來到下一關 這邊比較要注意的是 你血量已經剩一滴的情況之下 你再碰到那個灼燒地形 就一次就會死掉 但是好處是 這個灼燒地形它只有三格 所以基本上版面那麼大 你要避開那三格是非常簡單的 然後你看我 我都是用之前講過的半邊版面這樣轉 看你是要左半邊還右半邊還是怎麼轉 基本上一回合就可以把它帶走 又或者是你第一回合血補多一點之後 在第二回合的轉出壓力又更小了 如果你真的會怕的話 帶一隻遺跡特許的光遊俠吧 可以把血量補滿 然後接下來是王冠的部分 綠谷這一隊無視固定連擊盾 比較要注意它有一個新的標記 這個標記是 你看我現在佔有的綠谷被標記 我就必須拿佔有綠谷的角色符石發動 並且最後要消除這個角色符石 要消除掉之後 那我在這一回合才能夠順利的造成輸出 啊至於固定連擊這邊就不用理它 反正綠谷這一隊整隊傷害無視固定連擊盾 好這邊輕鬆帶走來到最後一條血量 那這邊的話 加護符石記得不要全消 啊綠谷的技能引爆也不會把這個加護符石炸掉 你就是那個光珠要想辦法隔開 那就沒有問題了 那這邊有回復逆回 但是綠谷其實它回復力沒有想像中的那麼高 稍微隔開一下也不用轉得太漂亮 啊這邊保守一點可以開預查子的第二招增傷 傷害也是非常的夠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 第一次的影片 這位這是一個很好的 水果的 我想想像中的 啊